今天是羅耀文跟大家提天氣 全日都天陰陰枕著下雨 看看雷達圖 受到一度低壓槽影響 雨區由早8、9點開始 不斷由西向東橫過香港 雨勢就比較集中在大嶼山、屯門、元朗和上水 都錄得超過10毫米的雨量 雨漆今晚仍然是間中有雨和有雷暴 大家出門之前就要留意 下過雨 各區的高溫都不超過30度 在將軍澳就有29.5度 而全溫最高只錄得26度 而在尖沙序天文台錄得的氣溫 就是介乎25至28度 而6點鐘的氣溫有25.6度 相對濕度95% 由郊備天氣先生 一直看預測雨量圖 低壓槽帶來的雨區 仍然會在這兩天徘徊在南海北部和廣東沿岸 所以預測明天仍然是多雲 間中有雨和有雷暴 雨勢有時會多大一下 會有些涼熱 氣溫是介乎25至最高的28度 預測星期四仍然會有罩雨 接近周末才會漸轉天程 一直看預測天日的空氣溫染水平 是輕微去到偏高 而最高紫外線指數是有3 強度屬於中等 之後再看其他城市的天氣預測 澳門驟雨 廣州有雨 廈門是多雲 台北落驟雨 上海多雲 北京有雨 首爾是天程 東京落驟雨 曼谷雷布 吉隆坡多雲 新加坡雷布 雅加達落驟雨 胡志明市有雨 馬尼拉也是落雨 去到南半球 墨爾本色尼天城 布里斯班落驟雨 奧克蘭是有雨 去到美洲 紐約天城 多倫多多雲 溫哥華多雲 三藩市 洛杉基 明朗 澳洲方面 花梨蘇梨西天城 有否知道丹台明朗 明天講到這裡 拜拜